今年正值奧運 我覺得游泳很刺激 有看何思培的比賽 有看劍擊的張家朗 因為他們都拿了獎牌 看的時候是很刺激的 因為你不知道背後運動員 為了比賽可以去到決賽 是付出了多少 正正好像蘇華偉先生的故事 其實他拿到獎牌背後 為他們付出的汗水、眼淚 其實真的有很多 我覺得是值得大家去支持和了解 所以 有看鄭英船是否都留的 是 因為他們真的很好 為了我們香港的運動付出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要留言 當他們有留意我們MIRROR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要留意本地的運動 我們都要留言去支持他們 阿雪說如果Viu開節目 MIRROR和鄧翠孟靖 打擾紅球 他們肯用右手讓你們 好啊 好啊 我想他讓我們都未必贏到 讓我們單手 讓我們玩一下 其實運動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挑戰 即是給年輕人 那 大家都可以慢慢去把這些焦點放回 香港運動其實都要放多些焦點在他們身上 所以接下來如果將來有節目去玩的話 我覺得如果MIRROR可以令到大家 又將這個焦點放在運動 都挺有趣的 因為MIRROR加運動 又是挺新的配搭 我覺得 還會不會那麼多 大家